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泛听取香港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 确保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 在5月28号 全国人大通过香港国安法立法决议草案通过后不久 香港中联办就向各位代表和委员征集书面意见 截至6月6日中午 香港中联办已经收到36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和165位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201份意见书 6月23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 同国务院港澳办 香港中联办 在香港举办了12场座谈会 听取草案意见 来自香港政界 法律 工商 金融 教育 科技 文化 宗教 青年 劳工等界别 及社会团体 地区团体的120名代表参加座谈会 并坦诚表达了意见 香港国安法通过后 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 恐怖活动 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等四类行为将会被刑事化 其中 分裂国家和颠覆国家政权两项罪行 最高刑法为终身监禁 胡锦静认为 第一 港区国安法打击的是与境外势力勾结起来 破坏香港稳定的极少数极端势力 他列举的四种犯罪与言论 集会 结社等自由根本不沾边 第二 港区国安法不述及以往 7月1号示意道歉 一些港人无论在过去做了什么 只要时食物 真正改玄更张 就会是安全的 港版国安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 依法保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经济 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 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 享有的包括言论 新闻出版的自由 结社 集会 游行 示威的自由在内的权利和自由 第五条规定 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应当坚持法治原则 法律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依照法律定罪处刑 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不得定罪处刑 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 均假定无罪 保障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 任何人已经司法程序被最终确定有罪或者宣告无罪的 不得就同意行为在于审判或者惩罚 但是香港民主派多名政客 包括民政副召集人陈浩恒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等 宣布7月1日会继续上街游行 强调会以和平方式进行 呼吁警方尊重游行集会自由 他们称已有被捕的准备 胡志伟接受访问时称 市民绝对不会接受定立港区国安法 并相信就算个别政治人物 团体被取缔 仍有其他香港人站出来 不会惧怕 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法案前 美国扩大制裁力度 宣布撤销香港的特殊地位 包括出口许可豁免 及时停止向香港出口美制的防卫装备 并限制输出军民两用技术 中国国内学者认为 美国对香港的最惠国待遇 对香港的影响有限 香港原产地产品出口美国仅4.7亿美元 而美国对香港的顺差却高达180亿 美国此举是未商人先商计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说 对北京已通过港区国安法深表关注 并称这是严重的一步 在仔细研读详细立法内容后 英国会有进一步说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30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不是下达的 美方想以制裁阻挠港区国安法立法的图谋 绝不会得逞 针对美方的行径 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定维护自身利益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by bwd6